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学科概述 今次我们进入第二科 题目是赢得人心的见证 个人正义的力量 我们先一起祈祷 慈悲人的天父 感谢你 在我们未曾认识你之前 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今天你也都让我们每一位 有为你作见证的机会 虽然我们的见证未必是戏剧性的 但是我们每一位都被你的恩典所救赎 被你的慈爱所吸引 所以我们也都有个人的见证 可以和人分享 祈求天父教导我们 要我们天天亲近你 认识你 以至我们能够见证你的慈爱 祷告奉耶稣圣名 阿门 首先要大家一想一下 什么是个人见证 见证是与人分享 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事 祂是如何改变了我们 见证就是要告诉别人知道 上帝奇妙的恩典 以及我们是如何因祂的救赎而感激祂 见证是向人诉说耶稣如何爱我们 以及我们如何爱祂 个人的见证其实带有意乎尋常的力量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时候 生活就发生了气息性的变化 人就会必然以目共睹 吸毒的人接受基督 罪汉蒙恩得救 自私自利 物质至上的商界领袖 悲上的爱所改变 或者是半夜的青少年 改邪归正 听起来真是令人兴奋 对不对 但大家要知道 这些戏剧性的变化 不是悔改的唯一惯例 并非所有人的悔改 都是信根佛生的 而且戏剧性的 一个人接受福音 悔改归正 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有些人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 也有宝贵的故事可以分享 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背叛过耶稣 也都从来没有完全献身给耶稣 但是他们后来受到圣灵在生活中的患行 就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 他们的见证 与一般戏剧性的见证相比 他们的悔改一样有力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 生出来就是基督徒 圣经华为之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大家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所以悔改不止属于达选的少数人 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有自己故事可以分享 你的见证不等于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也都不等于你的感受 但是相同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被上的恩典所教熟 被他的慈爱所吸引 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有见证可以和人分享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学习今课的内门 今次的学习就包含了四个题目 第一就是被鬼扶着的人的见证 这里降到一位出乎意料之外的见证人 第二就是马里亚的见证 他真是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喜乐的见证 来到向门徒分享 第三就是比德与若汉的见证 他们说不能够再沉默 他们不能够不讲 第四我们一起看保罗的见证 告诉他们知道我们要每一天悔改 以及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力的见证人 那种见证的威力 好了 首先是一位出乎意料之外的见证人 首先给大家一个小测验 耶稣测验哪位担任他的第一个宣教师呢 是比德 雅各 云士若汉 是多玛 腓力 或是其他门徒 答案可能让你是惊 不是以上所说的任何一位 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节记载 那人就走了 在大家玻璃全让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那人究竟是谁 原来他是一位被鬼附身的人 原来耶稣所委派第一位宣教师 是一位曾被鬼附身 后来因耶稣的恩典而改变的人 大家玻璃是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十座城 他们的居民都拥有希腊罗马文化 和犹太人文化不同的 当耶稣抵达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只有一位粗暴被鬼附身的人来迎接耶稣 后来耶稣就教他脱离魔鬼的困绑和折磨 个人在身体上 心智上 情绪上 宿灵上 都得到医治 经文讲到 他很想和耶稣一起 他现在很安静地 最精会神地坐在耶稣的脚前 要听耶稣的恩言 而且他一心一意 想跟随耶稣 希望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但是耶稣知道 这个曾被鬼附身的人的悔改经历 能为那个地区所做的 肯定比当时耶稣和门徒更多 因为这个外邦人地区 对耶稣的偏见很深 但是当他们听到一个自己人的见证 特别是一个是没有人不知道 曾被鬼附身的人的见证的时候 后果就非常不同了 所以耶稣计算了他 成为第一位宣教时 他的使命很简单 就是告诉人家 耶稣在他身上所成就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 《马赫福音》第五章 去到第八章 我们见到由于他的见证 在几个月之后 有一大群人来聚集 要听耶稣讲道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个个人的见证 那个威力是何等大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题目 《无以伦比的喜乐》 在《马赫福音》十六章十切 这里讲到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是他们正哀动哭音 这个他就是马利亚 跟随耶稣的人 就是指门徒了 究竟在这里 马利亚告诉门徒 什么信息呢? 就是宣扬耶稣的复活 在耶稣复活那个星期日 马利亚转悲为喜 他的哭音变为喜乐 希望取代了绝望 在当日 遇见耶稣 使他充满了兴奋 他禁不住地 跑着要告诉每一个人 让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今天我们也当遇见耶稣之后 到处崩壮 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因为好消息是值得分享的 接下来圣经记载说 当马利亚传了这个好消息给他们知道的时候 居然没有人相信他 连门徒初初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了 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 复活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 今天我们也不要想着 每一个人立刻就相信我们分享的见证 圣经记载 后来耶稣向所有的门徒显现 甚至向数百的人显现 他们都一个一个相信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首先改变了门徒 将他从灰心、绝望、胆怯中改变过来 他们一个一个气氛身 来到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的复活 的确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各位 你对耶稣的复活 是否曾经有过一丝毫的怀疑呢? 的确 好像我所说 复活是不可思议的事 何况我们没见过复活了的耶稣 耶稣初初复活的时候 多么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了 他甚至说 除非我亲眼见到耶稣 和亲手摸过耶稣的钉痕 否则我不会相信 当然后来耶稣向他显现 之后他相信 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 是对你和我没有见到耶稣的人说的 耶稣说 那些没有见到他 就信的有福了 今天你和我相信耶稣复活 我们是有福的 但是我们也相信 不是盲目 不是迷信 而是信得有根据的 有一位不信基督的英国律师 莫里顺 他一心想摧毁基督教信仰 企图证实耶稣复活 是不是历史的事实 他凭着他的律师的专业知识 他就花了五年的时间 研究耶稣复活的真理 但是经过五年的研究 他却发现到一个 他意料不到的结果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和深日后的复活 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面对着这个事实 他决心接受耶稣为他的救助 原本他要写书 摧毁基督教信仰 但是后来他写了另外一本书 《历史性的大审判》 来将他的研究公诸于世 他找到了很多的历史文献 包括犹太人 和非犹太人的历史文献 来支持耶稣复活 各位 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 正如保罗说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信也都往年 保罗 耶稣门徒 赠礼三千人 加上后来信住的无数群众 他们不是胡乱地接受 耶稣复活的事实 耶稣的被钉十架 后来的复活 是家家户户都知晓的消息 是当时的头条新闻 他们甚至变迈填产家业 来到支持福音的传看 希望更多人接受耶稣的救恩 好了 接下来的题目是不可能沉默 晓能传四章二十节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这句话是门徒彼得若汉讲的 当时他们被人带到去工会 他们要审讯和恐吓他们 阻礼他们传耶稣复活的消息 他们的回应就是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够不说 使条门的转变 是令人惊难的 即使是他们的首帝 也都认同 他们是曾经追随过耶稣的人 在《诗诺言传四章十三节》 他们看见 彼得若汉的胆量 由看出 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当时教会人数激增 开始是三千人 之后有无数人是加入教会 中共领作们 他们很快就看清局势 他们明白到 这帮信徒是跟过耶稣 他们生命已经转变过来 因为耶稣恩典 他们生命不再一样 他们无办法保持沉默 因为我们每一位 在基督里面 必定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看一下彼得 他从智满到依赖耶稣 若汉从雷子到爱这个使徒 而多玛从多疑成为信徒 每一位使徒都各自有自己的经历 他们都能分享独特 由个人的见证 今天耶稣也都是改造了我们 我们也都应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 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到 每一天的悔改 是《加拉提书》《仪章》二十节地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句的经文是保罗讲的 保罗悔改经历 可以说是非常以众不同的 他在仪仗中 见到复活了的耶稣 因此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是由一位迫害基督徒的人 变成一位使徒 当他有人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 他并不单止谈论到 他那一次人生转变的经验而已 他解释说 上帝还在他生命中做工 他每一天都更生他悔改的经验 他说我天天无死 这句话也都可以译成 我天天死去 今天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不是为自己做见证 不是要见证我们过去是多么坏 遇见耶稣之后 如今是变得几好 我们完全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所见证的是他的慈爱 怜悯 宽恕 拯救 当保罗他见证基督 为他所施行的大事的时候 他从来不专门强调 自己的过去有多么不好 他所强调的是上帝多么的慈爱 保罗在《小能传》26章1到28节的见证可以分为三部分 就是他认识基督之前的过去 他如何遇见基督 以及他遇见基督之后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的见证重点不在意我们自己 而是关于上帝 我们要分享上帝最罪的宽恕 他给我们每天的福气 他无尽的恩典 永恒的持我 好了 最后一个题目 一个有力的个人见证 《小能传》26章28节这样说 亚基柏对保罗说 你只用劝我 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 亚基柏是当时的希律王 他是一个世俗多疑 哲识心详 而且对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不超一顾的人 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金督以路实行的圣殿 而他一贯的作风 是要显示他依照犹太人的传统来到行事 保罗因为全福音缘故 就被人带到来这个亚基柏面前 接受审讯 在审讯当中 保罗就得到机会 被允许向亚基柏述说他个人的见证 在保罗做见证的时候 就被亚基柏打断了 亚基柏对保罗说 你只用劝我 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 因此 保罗就向亚基柏发出一个个人的呼召 你信吗 今天 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事 可能会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 接受耶稣 和被他拯救是什么回事 我们也可以带领他们 康复耶稣 接受救恩 在健康缅然 华尔伦有一段这样的说话说到 凡上个上帝 善道的滋味 觉悟离世权难的人 怀了那些在他们家中和伦舍中的人 都有一项工作要做 必须把救恩的福音传给他们 每一个已经感到上帝 改变人心知能的人 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传道士 他们可以向朋友 讲说上帝的爱 他们可以在教会中 讲述主对他来说是什么 就是一位个人的救主 本着单纯的作见证 会比罪有考彩港度 造成更大的善功 今天你和我都有自己的见证 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 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是他 亲耳听见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唯一我们每一位 都有个人的遇见神的经历 以至我们可以做个人的见证 带领更多人关向耶稣 好了 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